以真评时据论是非黑白 欢迎收看黑白相对论 我是罗志强 台北市长选战热闹开打 根据TVBS最新的民调 连胜文跟柯文哲 以44个百分点对47个百分点 连胜文落后3个百分点 那么台北市现在被视为 蓝营的所谓的铁票重镇 如果在2014台北市长选举 蓝营如果落败的话 那么等于是宣布 蓝营在2016总统大选 是将近是出局的 那么但是对民进党而言的话 即便是2014台北市长选举落败 但是在总统大选部分 似乎还是有可为之处 这就是蓝绿差别之处 那么在今天看到TVBS民调 产生了连胜文输给柯文哲 三个百分点这个情况 对于所谓的在台北市 有绝对不能输的压力的国民党 会产生什么影响 以及对民进党对在野人士 要怎么去角逐首都宝座 一起来关心 一颗子弹拉近了连胜文 柯文哲的距离 做生意的人 我才是最大的证人 枪伤必质疑 就是柯文哲出来背书 年底台北市长选举 可能上演 就命恩人对病人的戏马吗 根据TVBS最新民调 连胜文对上柯文哲 44比47输了3% 连胜文在中间选举更大输了16% 这是柯文哲现象崛起吗 为何短短几个月 连胜文民调从领先变成落后 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要不要选得等到2月再宣布 除了人身安全考量外 还有其他因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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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胜文真的稳赢吗 开了市长选举 国民党还会不会有其他强棒 你以后你还背心的 柯文哲要不要入党 苏珍昌态度大转变 赢是最高考虑 北市选民蓝大于绿 16年不败的神棒 可能被打破吗 介绍现场来宾 前立委沈富雄 大家好 台大政治记教授王叶丽 各位观众好 国民党中央委员张诗刚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徐家清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大家好 好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在台北市 藍营视为优势选区的一个选区 今天出现了 连胜文跟柯文哲对比是 44对47 输了3个百分点 我想请问赵大哥 你觉得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台北市会变天吗 如果要这个民调会变天 但是有两个变数 第一个连胜文还没有宣布他要选 通常候选宣布选民调会拉起来 另外呢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加入民进党 他如果加入民进党 他的民调会往下掉 所以还有两个值得观察的变数 佳青觉得呢 变天的可能性当然在 但是那个条件还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对于不管是谁要跟连胜文挑战 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审慎的考量 好条件成就还有相当的困难 香榕觉得 有种可能性但是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 那施刚觉得呢 我看起来连会显胜 因为他比较年轻有未来感 况且他现在还没有宣布参选嘛 所以距离像柯文哲正式造势 两个多月比起来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一旦宣布才起步有希望 那请问王教授觉得 我觉得蓝军还是会赢 那么从1994年到现在 蓝军只要不分裂 在台北市从来没有输过 好的那沈大老 难说 因为目前的连胜文是不够强 而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 好 人选还不够强 改进还有很多 好 那我们来看会不会变天呢 先来看看TVBS民调嘉莉 好TVBS的最新民调是在12月26号 到12月30号所做的调查 样本书有1025份 误差值在正负3.1个百分点中间 连胜文和柯文哲大战 究竟谁输谁赢呢 其实过去的9个月的民调呢 其实前半年都是连胜文来领先的 最近几次的民调 通通都是连胜文来落败的TVBS 最新民调显示的是说 连胜文对象的柯文哲 他会输多少呢 他输柯文哲有3个百分点这么多 在这情形之下呢 如果连胜文对象顾立雄呢 他输多少呢 其实是顾立雄输的 输了有25% 如果连胜文对象呂秀莲呢 是呂秀莲来落败给连胜文 差了有30个百分点这么多 连胜文和柯文哲的年纪 两个人谁年纪比较大呢 很多人都会说 当然是柯文哲啊 所以年轻人支持的会是连胜文吗 很多人心中都会有这个疑惑 到底是不是呢 其实透过我们的民调 可以看到的是说 其实到最后呢 在年龄层的部分呢 刚好跟他们两个年纪是相反的 在年轻人的部分 比如说20岁29岁30岁39岁到40岁到49岁 这边呢支持的是谁呢 赢的人都是柯文哲来赢的 而年纪大的人50岁59岁到60岁以上支持的是谁呢 反倒是连胜文比较多 怎么会这样 很多人心中都是有疑惑的 怎么跟他们年纪都刚好相反呢 那么再来看到这个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呢 发现说在中立选民的部分呢 竟然是柯文哲大赢了连胜文 赢了多少呢 有16%这么多 而且呢如果是由连胜文来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的话呢 甚至呢会有16%的人跑去支持柯文哲 这中间的数字其实很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大家都在问连胜文怎么会输给柯文哲呢 自强 好这份民调当中我想请教王教授 他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在总体民调当中的话 连胜文输柯文哲 但在年轻跟中间选民的部分 连胜文也是输给柯文哲 那另外表态率非常高高达91% 那我想请教王教授 怎么样去解读这份民调呢 我想这是在已经表态的 已经说会投票的选民里面 那么表态率是蛮高的 那么但是呢我想在这份民调里面呢 正负三个百分点 我想都还算是蛮接近的 很难说断定谁赢谁输啦 因为这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但是很清楚的是 目前柯文哲在年轻的选民 尤其是50岁之下 尤其是这个30岁之下是领先 大幅度的领先 而在整个区域分配上的话 事实上 严盛委以这份民调来看 也只有在大安文山 以及内湖南港是领先的 其他所有的行政区 也都落后于柯文哲 那当然我觉得这两位候选人 我刚才同意这个 当然严盛委还没有宣布参选 我同意沈大佬所说的 那么两个人都还不够强 然后他们也都还算是一个 现在只是明星光环的笼罩 那以后的民进党团一定会渐渐的退去 那么赏魏琪这两位可不可以继续的持续一年 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 两位都还要努力 好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 不只从TVBS民调来显现出 连胜文现在是小书柯文哲 其实在过去历届 最近几个民调当中 我发现在去年11月之前 连胜文在好多家媒体民调 都赢了柯文哲 将近10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到去年11月开始 立家做的民调当中的话 有大部分的民调 都是显现出柯文哲领先的连胜文 但也有一两家民调 是显现是连胜文领先柯文哲 那至少是显现在民调当中 看起来差距在缩小 甚至某种逆转的情况 那我想请教这个赵大哥 那这到底是连胜文的魅力消退了呢 还是柯文哲他的旋风呱起了 当然这个很复杂了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为什么 在绿营里面那么突出 因为顾立雄跟李俊仁 都是很弱的候选人 不是说不够强是很弱的候选人 那所以柯文哲知名度也比较高 讲话有时候比较没有什么限制等等 所以就觉得说他不错 但是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 喜欢柯文哲 年轻人像买不起房子 你想年轻人的相对被剥夺感 是很高的 年纪比较大人希望政治安定 年轻人觉得你可以住地保 我 对不对 你家那么有钱 我是怎么样 所以年轻人这样的相对被剥夺感 他就反映在他要投谁上面 他有时候是一种 不见得说我喜欢柯文哲 但是我要表达 对这个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一个抗议 所以表现就是这样 另外一点就是联盛文一直不宣布要选 郝隆斌跟他讲说我当年是4月 现在的情况跟郝隆斌当时的情况 都完全不同的情况 郝隆斌当选的时候是06年 06年是民进党非常弱 不只是台北市长输 他在立委只选上30几席 因为陈水扁执政成绩太烂了 所以那个时候谁执政 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倒霉 所以整个的选举包括地方选举 都是一塌糊涂到08年又输了 就这个道理嘛 那今天的情况跟那个时候不同 要记住吴敦毅的教训 吴敦毅当时在高雄选 连任的时候还一直不表态 他甚至不想选 最后功败垂成差一点点 开始民调也很高 但他觉得说好像我也没劝你啊 为什么你一直不肯宣布参选呢 所以那个就变成一股作气 在而说在三二节 现在看起来联盛文要小心这点 不过他当然现在说2月了 2月到底什么我们不知道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就及早宣布 让大家知道你是个候选人 那民调会往上高 那之后会不会受到挑战啊 又挖出什么东西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一旦宣布以后他会高一些 是 好那我想请教那个沈大佬 就是刚好联合报 今天今年选出来的代表姿是假 那很多人就说 柯文哲之所以能够让 包括年轻选民或很多人 能够去支持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他是一个很真的人 给人家感觉非常的真 那是一个素人或什么的 但是那意思是柯文哲真的有那么真吗 那意思是联盛文不够真吗 你节目刚开始 你就要试播他的假面具是吧 不过我首先 我首先要恭维一下本台的民调 因为从昨天的全国到今天的台北市 有它的一致性 就是我昨天讲的 候选人本身最重要 因为两个党都有三个负面因素 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执政有执政的拔覆 第二个是两个因素还有基本盘 但是你这个候选人如果够强的话 这个都不算了 那第二点我觉得他一致性是说 我们昨天在讨论 说为什么魏表态人那么低 今天两个都强的话 魏表态人只有六啊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朱立伦加柯文哲 魏表态只有六耶 但是如果你是蔡正元对李秀莲的话 这个魏表态人是实物耶 所以候选人明确的话 大家就争着表态了 所以潜在性的不表态的人 现在越来越少 那好 那回到你的问题 你最关心的问题了 柯文哲其实这个 有大家对他有很大的迷思 有人是说他的言行 他讲话的态度非常的坦率 甚至有的时候大炮型 我就想到 我就感到我自己很悲哀你知道吗 当年的我每一点都像他 只是没有他帅而已 当年你也很帅 当年沈娜的绰号是沈娜炮 我当年我头发也掉到前面来 他现在头发也掉到前面来 有人提醒他他再梳上去 当年很多女生也迷恋 真的吗 你怎么不早讲 那我觉得柯文哲 那些大家说他的好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当年应该很红才对 那第二点他们说他是素人 这个我也不同意 这大家对他不了解 他一点都不素 顶多是郭边素 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他谁在他操他的盘 林世嘉 台联最绿的 每年都要到日内瓦 去要求进联合国的林世嘉委员 还有他的总部在哪里 在一届联盟的楼上 还有现在挺他的 有一部分是民进党里头的 非主流 而且是独立派系 不喜欢民进党的主流 借着柯文哲在炮打中央的 那现在柯文哲又说我要的票 是中间选民的票 但是跟他身体的DNA 跟他的身体的元素 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柯文哲 这个人到目前为止 给大家看到 或是他的盘算 是民进党的票 我是笃定哪百分之一百 然后我还要这一块 但是他的人 他的过去 他的相信 比如说他的停扁 还有他对台湾的立场 对未来的立场 还有他很多的主张 是一个政治素人 所会表现的吗 我认为他不但不素 而且非常的老练 他只是第一次选举 其他的政治见解 非常的素 你看徐家庭一直点头 那待会可以听听家庭的分享 其实刚刚沈大佬有提到 就是说他认为说 其实柯文哲 还是有很多的立场跟包袱 是可以拿出来看的 那么他也不是所谓真正的素 那这有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 其实沈大佬以前 在2006年台北市场选举 可是跟郝龙斌一起 都是呼声最高的两个 那我今天就好一个民调 是60对40 所以沈大佬有一个民调 有一个民调 那我们真的一生无憾 对对 所以沈大佬